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之歌 凸显了这些作品是所有诗歌中最动人深刻的 这卷书并不长 主要是几首男女对唱的抒情诗歌 而让雅各一直以来都备受议论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全书的作品既没有提到上帝 也没有提到律法 从头到尾都在述说一对恋人之间浓烈的爱 号称圣经中最让人脸红心跳的一卷书 可是一点也没夸到哦 今天就让我们展开这段有趣又充满粉红泡泡的旅程吧 相信主耶稣在这一路上也会始终与你同在 让我们一起来读《雅各》第一章 雅各第一章 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各 愿他用口与我亲嘴 以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你的高油辛香 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 所以众同女都爱你 愿你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王带我进了内室 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 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 圣似称赞美角 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我虽然黑却是秀美 如同击达的帐篷 好像所罗门的曼子 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 就轻看我 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 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 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 我心所爱的啊 求你告诉我 你在何处牧羊 常午在何处使羊歇卧 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 好像蒙着脸的人呢 你这女子终极美丽的 你若不知道 只管跟随羊群的角踪去 把你的山羊羔 勿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 我的家偶 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得巨马 你的两腮因法变而秀美 你的颈向因珠串而华丽 我们要为你鞭上筋变 香上银丁 王正作息的时候 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 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 藏在我怀中 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鲜花 在影基底葡萄园中 我的家偶 你甚美丽 你甚美丽 你的眼好像鸽子眼 我的良人啊 你甚美丽可爱 我们以青草为床榻 以香薄树为房屋的栋梁 以松树为船子 雅各里的两位主角 一位是君王 另一位则是全仆的平凡女子 这段浪漫的爱情故事 除了呈现出我们生命中 所渴望的爱与被爱之外 更处处都在鼓励我们 也能和主耶稣建立起 如此美好的关系 女子说 愿你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王带我进了内室 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 亲爱的朋友 在你现在的生命情况中 主耶稣是你前进的方向吗 你的内心是否有因为主耶稣 而感到满足和喜乐呢 无论如何 希望你知道 主耶稣就像那位新郎一样 总是目不转睛地 欣赏你的美好 也总是因为你而感到喜悦哦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求你使我敞开心 明白雅各里的爱 并且和你拥有一段更深刻 更美好的关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 与耶稣 有紧密美好的关系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